主料 茄子300克 土豆250克 辣椒100克 辅量 油 盐 淀粉30克 鸡精10克 香葱10克 白糖20克 准备时间10-20分钟 制作时间10-20分钟 准备好的原材料 土豆去皮切成滚刀块 茄子留皮切滚刀块 十字胶掰成块 葱切末 色切末 用醋 酱油 水淀粉 鸡精 白糖调成碗线 锅烧热 放油带油温以6成热时 将土豆快放入不要关小火保持一定油温 可以将土豆炸成金黄色熬出带油 放入十字胶 带原料基本有盐的底味了 再倒入白芡 让水淀粉糊化汤汁包裹原料 撒入蒜蓉和香葱末最后提香 翻炒均匀即可出锅 烹饪技巧 不要选择表皮发率 生涯的土豆 土豆中甲热钙的平衡 对于心肌收缩有险着作用 能防止高血压和保持心肌的健康 土豆能供给人体 大量有特殊保护作用的粘液蛋白 预防心血管系统脂肪沉积 导致血管的弹性 有利于预防动脉周样硬化的发生 土豆所含的甲能取代体内的脑 同时 能将脑排出体外 有利于高血压和肾炎水肿患者的康复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访问TTnews.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